日前,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关于调控房价的16字方针,允许买房,限制卖房,奖励租房,处罚空房,引起宣赏大波,引发最大争议的,莫过于处罚空房论,也就是可以向德国学。 闲置三年,房产税翻番,闲置五年政府组织流浪汉入住,闲置七年,收归地方政府所有。 此言一出,引发德籍人士雷克小流氓的微博调侃。 哎呀我笑了,问我这个德国政策是不是真的? 我只能说我老德听都没听说过它,而且查也查不到。 你觉得德国人会支持自己的房子自动变成政府的吗? 拜托,我们政府每四年都要换个新的,凭什么把房子送给他们? 中国的专家虚心向德国学习,德国人却出来辟谣,说这所谓的德国做法没依据。 啥是有趣? 有些专家总是拿些所谓的国际经验,来给中国问题开药方,却屡屡被证实子虚乌有,或选择性借鉴。 尴尬自不代言日前,国务院参试陈全生关于调。 关于调 sil extension,我去夺导虎带站。